新闻哇哇哇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宇美仁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 歡迎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能量師Eddie 他出了一本書 天啊不會是卡到阿飄吧 OK好 那麼歡迎來我們節目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導遊小胖 好還是胖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這個旅遊作家 劉川玉 那麼還有一位是我們的問神達人 王崇禮老師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有人說是生病 有人說是卡因 很多無法解釋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到底是運氣不好還是你遇到阿飄 到底有沒有什麼科學的一個辦法 可以告訴我們說 真的是遇到阿飄嗎 先問一下能量師 什麼叫能量師 我們有聽過律師 會計師 醫師 廚師 能量師 是怎麼定義的 能量師齁 其實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幫我就是去定義 因為我的工作裡面齁 除了在做這種 淨化 或是說驅膜 之外 其實我們本身還有在做氣場 然後還有在做這種身體能量的治療 OK 那你要透過什麼檢測去可以了解每個人的能量 所以這個能量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 是怎麼去看的 那這是有沒有什麼標準 其實這樣說 我們人身體本身就是一個容器 然後每天其實我們身體內部的能量跟環境能量 它彼此是相互平衡的 那因為現在人怎麼講 生活壓力比較大 工作 然後感情 還有身體健康 所以導致我們身體這樣的一個容器 它沒辦法內外去做平衡 那其實觀察很簡單 就是我的手 我的手本身它是一個電腸 只要接觸人的這個我們講背部 這個器官的時候 它的整個皮膚的時候 它能量 我能夠感覺到一個人的氣場強或弱 所以我們講說卡到1 有沒有什麼檢測標準 其實很簡單 當然基本上如果有人卡陰 它陰身體會有些不舒服 輕則可能肌肉痠痛 然後重則可能眼睛看不清楚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歸一個基本面 如果身體不舒服一定要去看醫生 那如果看完醫生 你看完中醫七一 然後一整圈都下來都沒有任何的幫助 那你這時候就要有幾個簡單的 就是說第一個你身體不舒服 它每天有沒有固定一個時間點 譬如說我最常遇到的就是下午4點的時間 因為下午4點剛好是一個陰陽交會期 或者是晚上的凌晨1、2點 它會有固定時間會出來 讓你身體特別不舒服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當你發覺你在看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你的視覺 好像有個膜照著遮住 那個我們在進化俗稱是鬼折眼 對 因為阿飄他要分享我們身體的平寬 那你想嘛在一個正常情況下 一個人健康的時候 我們能夠感受到的這些身體氣場是百分之百 來來來 我們這邊有個表 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 夜晚是不是不容易入眠 再來 半夜會在固定時刻醒過來 好 然後再來 沒有原因會感到心情不佳 變得容易沮喪 其實這已經跟憂鬱症很像啊 對啊 睡不著 對啊 睡不著 半夜醒過來 然後心情沮喪 然後身體某個部位持續不舒服好一陣子 看片中西 查不出原因 這不就是憂鬱症嗎 好 然後濕力良好 或者已經帶矯正濕力 可是最近還是覺得眼前有一幅沙 有一層沙 就是你剛剛講的 對 薄沙 薄膜 一個看不清楚 聽力正常 那可是最近卻覺得聽不清楚 反而覺得有東西塞在耳朵 聽起來嗡嗡嗡 模模糊糊的 或者每天固定時間身體特別疼痛發冷 下午4點 晚上11點或凌晨1點 或是一天中任何 它只要是固定時間發作 再來做夢時常夢到同一種內容的夢 或者常常夢到被追殺 或經常出入某一個特定場所 只要一進入就會頭暈目眩 比如說你有辦公室 醫院 夜店 哇 那這條的話 這樣就卡到很多人都要離職了 很多人一進辦公室就很不舒服 還有 不是燕貓子 最近卻越晚越有精神 那你這個理論到底通不通呢 我們現場有驗證的人 蔡依依你也經常有感應 山頂嘛 這樣呢 卡到陰 你的什麼判斷 就是有人比如說 他走路的時候一直難難置疑 然後精神狀況不佳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在山上這樣 遲中了這樣子 那個他們就說他們已經被卡到陰了 這是我們曾經有聽過的那個 我的經驗是突然之間身體會不舒服 有時候就這樣 你在看東西的時候 會噗噗啦 但是不會說 但是就像這樣 會時間上會有一個固定的時間 你也感覺說 突然就 那個時間為什麼不發燒 那個時間就發燒 就會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問一下王老師 你們的學問裡面卡到陰是怎麼判斷 剛剛我看了那個 那個是大概有八九成是對的 沒有錯 對 因為人喔 醫院會 哇 專家給你認證 你怎麼也在處理 可是是到辦公室或醫院那個 他不到 辦公室我是不太清楚 對 然後是因為 這個人如果在 對 有一個症狀 如果在晚上 中午過後到晚上這段期間 會發作的話 那特別是要注意這個是有一個症狀 這是一個指標 中午過後 中過後 中過後 但是他們呼吸 整個擁有一次 最後不是半夜喔 不是半夜喔 有時候半夜啊 就是半夜了 我沒什麼睡 都唔睡醒 之後 如果眼神會無神 所以如果眼神會無神 但是你的眼神是暗淡 但是這個 雖然是這樣 這是一個判斷的指標而已 可是還不確定我而已 我知道我的原則就是 要讓神講 神會講說這個是卡到陰是 有 會 這個問神不能說模擬兩可的 是的是不是就不是 那Elin你在書裡面有提到一個案例 你太太說曾經有人跟你們求助說家人卡到陰 結果是女鬼喔 對 那是怎樣 那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這個案例是我們英國一個同學 英國一個大學同學 其實他那時候 他說他有看過他 他說你是什麼人 我沒有實在你 他說我是你的英國台南的東學 我就說你跟我英國看的不一樣 因為我大學同學他是本身他是桌球隊的 他的身體是很精實 然後留個山羊虎 然後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是整個細皮嫩肉 然後就是鬍子也沒有 然後皮膚很光滑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覺得他長得跟我以前那個同學很像 然後後來就跟他問一下他以前綽號什麼 他講一講對資料對得起來 然後我說你是發生什麼事 怎麼長相都變了 對 怎麼長相都變了 對 他說他也不知道 那我說 然後他有看過醫生 醫生也查不出來 就說因為他本身是在科技業工作 醫生告訴他多休息 注意營養 我說你趕快轉過身來 我幫你看一下 我說完了 他身上他背後 他那時候就是因為有 有被放三個東西 三個符啊 其中就是我們看到有一個最重要 他的腰椎的背後有一根 那叫我們講叫情符 因為他以前他打桌球 他長得很帥 他交了很多很多女朋友 所以可能我就說 你是不是最近你的情場 是不是有得罪哪一個女孩子 因為他這個東西情符 嚇下去之後 那個鬼 卡陰那個鬼 他就會卡進他的腰裡面 去破壞他男性的這個 我們講這個 菲洛蒙這種基因 不是基因就是菲洛蒙那種 會讓他一些男性的一些特徵 他會開始不見 對 可能開始毛髮稀疏 然後慢慢開始掉毛 對 然後他就說 許信良應該也是這樣 雄信 所以他這種情況 他就說 怕我們幫他處理 我就說 我就在談 因為我們講說 處理進化以為最重要 大家都以為說 進化一定要技術導向 一定要技術很好 其實在我的經驗裡面 技術只只占五層 另外五層進化最重要的是 類似醫生講 萬聞問切 你要把他的時間 他的地點他發生什麼事 你要抓出來 才能夠抓得到說 到底他今天 他卡到硬 到底卡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你如果知道他後面 去用打三電腦 因為 因為 他背對我的手過去 你手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他那個就是三根黃色的針 然後你看不到那個 另外連結點 阿伯亞呢 阿伯亞就是 直接我們就是直接用那個 數位槽 數位槽然後還有銅波 直接去幫他燒 把那個針給燒掉 因為真的針 那就是類似我們講的那種GPS 他有GPS 他輔下去的時候 可以方便那些 好兄弟去 尋找GPS去找他 那我們就是用數位槽 把它燒掉之後 GPS斷掉之後 自然就解開了 你那個小的有GPS 那就是類似那種GPS的那個定義 他就是 因為像現在 我們講嘛 很多人煩惱很多嘛 總是一些商場的利益糾紛嘛 他可能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你是家民做的嗎 所以他 所以他 他口頭音是因為女鬼嗎 對 是女鬼沒有錯 喔 那後來呢 女鬼就被收掉嗎 對 他那個 那個服務一斷掉之後 對方就找不到他了 就自動就 他想人生一個女孩 那個女孩要去怎樣 他玩感情 玩弄感情 啊 是沒有怎樣 是女方俠院報復 去找一個 一個可能 一個 歇夫 歇夫 去給他做 就放福的 來 先休息一下 這個案例不是 這兩個人的案例 好 好 好 Eddie今天你帶什麼東西來 這個最大件的這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 扭的下巴骨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他上面還有扭的牙齒 他前方 他這個是路的那個體 喔 對 路的體 好 這個使用上 其實就是 我把它拿起來 稍微拿起來 是這樣子使用 這樣子搖 他本身他就可以 可以達到那個進化的功用 嗯 好啊這一個 那時候人家在驚 這樣就對了 對對 啊 上面看有閃電 啊有一個類似那種 眉毛覺知之眼 好這種就是說 我們在 這哪裡來的 這什麼人在用的 這個喔 其實是我們去 加州的時候 他這個是當地一個 我們講巫師的電 嗯 啊這個早期是印第安人 他們在用的 對 啊因為上面上面有做過一些儀式 所以在搖的時候 他這個會把上面這個 這個閃電的這個符號 他會整個釋放出來 嗯 會去讓這些 邪惡或者是髒的東西 讓他整個避開掉 所以他不可以 隨便當玩具咬對不對 不過這個不能 這個平常喔 就是不要亂咬 嗯 會怎樣 這個 這個 會有一些狀況 譬如說如果說你今天 你是 到一個地方 你隨便去咬的話 他會 對於如果說今天的地方 有一些 我們講一個 像是當地的神明 或是什麼 你會不尊敬 就是說 人家 神明也沒有說 對於你怎樣 那你去咬 是一種打擾 打擾啊 對 所以我們都不建議說 亂咬 就是要他們的時候 再咬就對了 對 這個波呢 這個波比較特別 這個波是那個老波 現在目前像這種 西藏老波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做了 這個波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規則的 手工做的 然後現在波都是純銅嘛 然後這個波就是 在以前他們在做的時候 因為沒有科技步伐要打 他們用的是那種 裡面殘雜雜七雜八的金屬 可是反而會讓它共鳴更好 敲的時候 它那個共鳴的聲音 因為阿平要怕那種共鳴聲 會把他們的意識會整個轉移掉 他們就會想要逃跑 會不舒服 方便我們聽一下嗎 可以啊 啊 跑掉了 你可以感覺一下 可能會有一種 這個很深層 這老波才有這種共鳴笑 那你書的封面 這個是阿飄嗎 阿飄長這個樣嗎 其實這是可愛版的阿飄 事實上我跟各位講 就是說 在阿飄來講 我們常說阿飄很恐怖很恐怖 其實阿飄其實他跟人一樣 我們所看到的是他的一個面相 是阿飄的一個面相 是阿飄的一個面相 來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不代表說他真實是長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人 你看得到嗎 我看得到 其實他有點長得像香菇啦 就是說他的面相要顯現給我們看 可是其實他的身體跟他的腳 其實就是細細的 細細的 除非說你今天看到的是 手腳非常均勻的 那就代表他的執念是很重的 他對於人的這個意識 是很很強烈的 那多大聲 不一定 因為很簡單 因為要看你當事人 你的接受狀況 可能有時候阿飄很小 可是在你大腦中 因為你對這個有恐懼 他會有放大效果 對 他會放大效果 他就要把他放大效果 我們也看得到有多萬 這是什麼 這是蘇威草 這是蘇威草 蘇威草 對 這個蘇威草 它這個也是印第安的聖草 它除了做精華 要燙燙 那這個呢 這是魔爐 什麼爐 叫做魔爐 這上面有一個有孟心的符號 喔 好像巫婆都有這個 裡面是煮什麼 沒有 那不是煮的 那是燙的 裡面 可以燙一下 燙藥草 還有一些像那種 像一些辣或精油 可以丟到裡面去燒 好 可以蓋一下嗎 好 那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淨化用的法杖 水晶 好 這個是天然的白水晶 是一體成型的 不是膜的 我們外面看到的是膜 這個是純銀的 那個類似像素 像素的那個質感 銀氣本身就有淨化效果 這就像人家說 要把你摸摸 有沒有 用這片摸摸 也是這樣嗎 我們是直接在 新骨頂打掖界 喔 去隔絕 它有點像那種隔絕的保護 你要去處理事情 要先把自己保護起來就對了 對 一定要做 你可以幫那個專案 還要移動嗎 要移動嗎 這是手搖聖靈 這也是這種 進化用的 可以移動一下 聽話嗎 OK 可以 移動太久 可以 來 剛才可以走 找很多朋友來 他可以走嗎 剛才有 空一下 他就意識沒有 他就走 他不是說他走 他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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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驅阻的 是召喚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手工做的 進化用的精油 主要它的特色就是 它塗在我們的個案上面 它會變成一個 強大的能量的一個軌道 這個 我說這個 這個 這個水晶骷髏 就是我們在進化的時候 當阿飄離開我們身體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比較耗弱 因為有很多擠的一個人 這個握住之後 它可以直接補充能量 阿飄離開的時候 人會變成怎樣 卡到他們人 走的時候 那個人會怎樣 有時候嚴重的是 已經是附在這個人身上 然後如果 一下子要把它 用那個生命 慢慢的叫他退 一下子退出後 人的確實是會站不住 不會分離 會分離 會分離喔 但是那個人不是 每個人都這樣子 是要看他挖得多重 附在那個人 這當事人的身上有多久了 可以慢慢退 慢慢退這樣子 王老師這邊有一個個案 就是也是跟卡到陰有關嗎 因為女性跟你求助 對 這件案件是這樣 因為這是女生來問問一次 要問的是問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在新的隧道 整個車去搬車 翻車之後呢 上便宜的時候 大概分明了一個禮拜 那一個禮拜 醫生也是說 問題是怎樣 就好像沒有什麼大嚴重 你就是不會刺 不會刺 這段期間就是他修身問破 有人說 你這個就是我親自主 或是有卡到陰有 好 我就收多少錢 我買了大概七八萬塊的金座 七八萬塊的金座 那就是機卡車啊 對 然後有些人說 他爸爸是因為有女鬼 怎樣嘛 也要給他冥婚等等等等 很多的理由 說說他什麼都做了 然後也花了很多錢 可是他都不好 不好之後呢 所以這個有時候很危險 那時候來高雄這個 子官城外廟來問書 要來問書的之前呢 前一天 比如說他今天那個問事 他前一天晚上 他在他爸爸的那個醫院 照顧他爸爸的時候 做了一個夢 做這個夢 這個夢見的卡 這個等一下才講 所以他是在醫院陪爸爸的時候 就在醫院睡著了 睡著了 然後就在醫院做了一個夢 這個夢 剛好是這個夢的醒來 今天要來子官城外廟 所以要來前一天 要來的前一天 夢這個我都會特別注意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有指示 他現在問到什麼 問到有一個人 來他去他們家 去他家 這一些人呢 不是長手 就是長腳 殘缺不全 殘缺不全 不然就是他面牌 都老了 現在來去他家的時候呢 他就跟 都對他女兒跑笑 你老爸呢 這樣 他老爸 他爸爸就跑 就走出來 大家這些人看起來 說他老爸在那裡 都不死 整個人都衝過去 都打他爸爸 有些人是拿香爐 有些人是拿香 有些人是拿香 這個發威呢 想像力下 等一下才會秀這個 這才知道 香爐 敲他爸爸的頭 敲他破掉 那個香的 那大根香的 大根香的 開始也是敲他爸爸 打他爸爸呢 溫下去呢 趴下去之後呢 宣稱流血呢 那些好幾十個人呢 香 就什麼 敲他爸爸的頭 敲上去 他爸爸的頭 就整個是像那種 刺蝟一樣 香嘛 一支一支 好可怕 這樣 那這些人就跟他講喔 你讓我沒所在去喔 我也要讓你沒家人回家 我要讓你死無善生之地 他這個夢就醒過來了 奇怪我在想 我們問事實上 要猜這個夢 要解這個夢 這些人斷手斷腳 你現在像那黑社會 沒有打架 拿槍都拿刀 你怎麼會拿香爐 更香 還有香 這就很奇怪啦 那奇怪這個香爐又沒有香 所以說打完之後呢 刺他爸爸的頭 這到底是在暗示什麼 這當時我們都還不知道啊 最後一句話 你讓我沒所在去 我也要讓你死無善生之地 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在想說 問看看 就看看 我是先問 這件夢境 是不是跟他爸爸的痕跡不行 有關 有關聯性嗎 有關聯性 有關聯性啦 有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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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關聯性 你也要找到從哪裡的關係啊 你不能隨便斷 他問一二十分鐘 問不 這樣 問不之後呢 送來再指示說 我給你老爸先刺 我給你老爸先刺 刺後刺 由醒過來之後 你趕快帶你爸爸來問 什麼原因 老爸要來喔 老爸要來 這樣表示 如果只是這樣 他我的個性 他我的經驗就是第一 不能再一次就補掉 你再分明 這太久了 可能就不會有 這是第一 第二只有你老爸知道他 這樣而已 回去之後 就從那一天算起 回去之後的第四天 那時候分明七天 再加上這四天 那十一天 第十一天 一老爸來啊 不是 一親了 親了之後 人家重量恢復之後呢 他女兒也蠻要緊的 親了之後 老爸身體不錯的時候 都趕快帶他來 這樣來 現在來 我現在來的 你現在來 這個要前後判斷了喔 上次是問他的夢 有問題 這次 當時是神明說 你老爸請 你要趕快叫他來 這就是要讓你老爸親口講出什麼原因 這樣看 我就解開這個夢是什麼意思了 現在來呢 他老爸來 我問起來 我拜託 我拜託 這個人家 這個人家 這個故事看起來還要再講 一時半刻不能結束 一時半刻不能結束 要先休息一下 來 當精彩這樣講 這麼廣角 好 後來呢 後來現在他老爸來問 帶他女兒 他女兒就帶他爸爸來問 看門 我再跟他講 你之前他女兒夢怎麼夢 你祖父娘問什麼夢 我來 但是神講 像你生 生生後你要來 所以說可能知道 你完人知道 你什麼事 我說這個人就很奇怪 不講 如果那個拍文 過去了 跟我講這樣子而已 那過去 他講這樣子 有時候有藍眼之眼 藍眼之眼 就不想問 不想講 我大概都知道 什麼藍眼 好啦 你不生了 你還想說沒關係就沒關係 他就回去了 走到廟裡之後 走到廟口 廟口 樓梯都滾下去 滑倒 滑倒 摻下去 摻下去之後他老爸 走到一個人 著了一面 著了一面 當主人家還沒什麼 當他老爸打翻 還打翻了 還打翻了廟裡 人家 你到底是什麼事 那你又逼他 逼他啦 你到底是什麼事 因為我是運事的 我也不能問 就是強迫他講啊 只有他女兒可以講啊 他老爸才講出什麼 你知道嗎 來 這個夢境就要再來 你已經熟門熟路了 來就想要救了 喔 抱歉啦 現在來是什麼呢 他沒有這個夢境地震片段 不是說這些人有人受傷 有人所斷掉嗎 發瘋啊 打他爸爸頭 原來他爸爸要去村民遣的一天 那邊就是輸車貨 去他們朋友他們家要擲車 停車停在那邊 停車停在路邊 那路邊車旁邊有一個消息 要去擲車 認定在消息廟拜拜 說你就保證了 他也要贏啊 輸轎 他如果輸轎回來了 要去停車 發瘋了 要去塞車 要塞車 塞車 喔 隨時你不敢再停下來 旁邊那些 拿一些鎮的鎮 因為消息延裡 那些鎮的鎮的鎮 那些鎮的鎮的鎮 那些鎮的鎮都被拔掉 他輸轎 像天罩的鎮的鎮 被騙了 騙他這樣 這個夢境只有他爸爸講出來 我們才可以解得出來 所以我才說說剛剛那個夢境 當時也沒有 當時我們只知道是跟陰的有關 但是我們也不敢說那些鎮也鎮 我們也不能這樣說 所以說這些斷手斷腳就是 那些鎮裡面的神尊 我現在尊稱他是神尊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神尊 這就比較有泥罵 香爐沒有香灰是因為破掉了嘛 對 就是這樣啊 來 第二段片段呢 他爸爸昏倒在地上後 這些人就把他爸爸的香 穿他爸爸的頭上 就擦滿香血一直流都不停 你知道嗎 香爐沒有香灰沒有辦法擦 只有擦他爸爸的頭啊 這樣啊 第三段最後一段 這些人把香擦到他的頭之後呢 就刨向他爸爸 你讓我沒所知的氣 我也讓你回到這裡 你擦人家什麼廟 你就在承擔這個禍鍋 真的讓他們都沒有地方住了 就讓你讓你沒辦法回去 這樣 現在那天 這整個夢境 普普我就知道 因為當時他爸爸沒有講出這個原因之前 不知道 差不多 不知道是關閃燒廟有關的 但是真正閃閃閃閃有關的 他就在閃閃閃的廟 剛好可憐 不知道是 新的這點還是怎樣 你要說他 胸中有吉啦 怕出你廟就滾下去了 有吉 胸中帶吉嘛 你看這個 你今天沒有讓他滑倒 他可能回去了 有個警示給他這樣子 不是 我跟你講那個女子 女子有限制 你知道這是在那邊點嗎 不是那個 氣囂 把老爸筋給他回來 那如果沒有順老爸的魚 我會回去這聲音 不知道要再擺放什麼 要再擺放什麼 對啊 你現在來看 老爸比較忍不住 那忍不住 那忍不住 那是燒廟的 我告訴你 那幾天我去看看 那真的 燒廟整個破了 那中間那個爐 那爐不是銅的 不是鐵 是那個像瓷器的 整個破了 那你可能這樣輸不住 對 不然還可能 一定是輸不住 才會輸掉 現在來撐廟的人 現在來撐起來 我人家撐廟的人 是說 好了這個爐主 他女兒來找我 你給我一個面子 你給我先撐 你給我先撐 撐了之後看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 人家對方有答應了 對方有答應了 然後你來廟人 你又不說 你這樣讓他生難做人 還難做生了 對 因為這時候行 我含地方就是 黃牛沒有辦法交代 比較給你處理 就寫棉間說 要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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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恢復原狀 再恢復原狀 這樣含是配合好處 這樣比較沈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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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你覺得辛亥隧道 是一個可以觀察到 有沒有那種東西的地方嗎 絕對可以 他那邊的話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他離那個 二賓很近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就在那邊有出一點事情 就是說他要騎機車 他有一天晚上 然後下班的時候 騎機車要回家 然後過辛亥的時候 他突然就覺得很奇怪 騎一騎 因為每天上下班 很順 怎麼會覺得好像有聽到一個歌 有人在唱歌 好像有聽到 有一個人在唱歌 但是男生女生 他也聽不太出來 一起一跳 白天跳 晚上下班回家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那一天 他也沒有想很多 反正就趕快騎回家 然後騎一騎 覺得怎麼開始 他的車子那個龍頭 感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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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準 有人在騎的車 但是他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他就說奇怪 機車是不是應該要去保養 去看一下 對 然後快就開始 不只聽到歌 然後龍頭開始震 開始覺得好像 那個後輪 後輪好像 因為油門吹嘛 一般機車是油門吹多少 你就大概速度多少 好像這次吹好像不像以往 這麼的快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覺得奇怪 然後就趕緊 就趕快先停到路邊 然後看一看看一看 然後覺得 好像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啊 看一看 可是他發覺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知道 辛亥隧道它是一個 我們講算是一個交通要道 它是一個捷徑 如果你沒有走那個人 可能要繞一圈 他發覺好像周遭沒有汽車 一台車都沒有 對 他就覺得很奇怪很奇怪 所以晚上那條隧道裡面 只有他那一台 那一台 那一台而已 他看都前後都沒有車 對 後面又說 他說 想要說 又站起來 又站起來又站起來 哇 刷髮不動啊 刷髮不動 對啊 褲子濕了沒 沒有 可是他說最後 他牽出去的時候 發生一個事情 他覺得他的右手這邊痛痛的 他發覺 就好流血 剛好看到有三個爪痕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事後他就講說 他就問我 我就說 因為我看他氣場也還好 我說你趕快去廟裡拜拜 去那個 這樣像星天宮那種去拜拜 就OK了 就是他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奇遇啊 所以完全不知道那個是哪裡來的 夠老火 對 我看他氣場也還好 也不說讓阿彭王 對方的心固定 這個辛亥隧道 我是聽那個 親民黨有一個黎劍男 你知道胖胖的 他在節目上有講 他那是政論節目喔 他說 中國有一個評論員叫辛奇 這個辛奇跟台灣的統派的學者 就在 就是有很多的聯絡跟活動 那你知道 親民黨的黎劍男 他們也是統派嘛 也跟他有接觸 那有一天來台灣吃飯 然後在他 在辛奇過辛亥隧道 然後他們就跟他說 辛亥隧道很兇啊 這裡常常鬧鬼啊 辛奇說 不相信 不相信就不相信 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鬼 無神論就無鬼論啊 對 無神論 中國是無神論 結果呢 後來他就喊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有鬼 你說辛奇發現 他為什麼喊相信 因為 車子上的駕駛不見了 他後座的朋友也不見了 但是呢 車子竟然會動 只剩下他車上一個人 他就相信有鬼 李竟然說 即使是車子拋錨 我們都下來推車 有鬼喔 你如果那個故事是標示 現在的隧道真的會有 不然這樣 就讓他翻車 對不對 你知道現在的隧道嗎 李國雄人 你怎麼知道現在的隧道 我聽過 你聽過嗎 對 謝謝 好 接下來這個故事發生在今年 台中地檢署有一個曹書記官 跟他的女性的朋友 去金瓜石登山 那天后不佳 他們失足跌落30公尺深的深坑 不幸身亡 川玉曾經去過這個地方 對 那些地方有跌變嗎 那個地方喔 他跌下去的那個地方 是剛好已經快 他已經快要登頂了 那其實金瓜石 他這個 他這座山就是五爾茶壺山嘛 那這個山其實 他早期的時候 你在從遠處看的時候 你是像一個 本來是圓形的 金瓜這樣 所以才叫金瓜石 像金瓜 那 後來是因為他們一直在 受到風化跟以太太 他們在開採的影響 弄到現在的模樣 像一個茶壺 他形狀上 其實 你到那邊 其實他當時跌落的地方 是從那個已經登頂的那個樹井 樹井是就是說 他們底下以前在採礦的時候 要排煙用的那個樹井 要通風 那其實他有很多樹井 那他還不小心採空掉下去 樹井不大喔 那是很大耶 那個就是像我那煙囪很大耶 那其實那個 我們以前進去過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那它是什麼 我們是從側面進去的 我們是從側面 然後那是老礦工帶我們進去的 然後他帶我們進去的時候 他就帶 你知道他裡面真的 含金非常的多 金瓜石瘦來 對 我這就是礦工瘦來的 你看 有 這是安山岩 然後你看 這個都散散花亮 對 散散花亮 這就是金 慢慢來 你這樣有幾尿 這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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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對你看 這個有花亮的地方 這個都是金 這就是金 然後下去體煉 對 他就要煮 要體煉 我們進去那個裡面 我們才發現說 他早期他要那個 坑道這樣挖進去 他裡面這樣 其實整個 金瓜石 這個山都全都空的 因為他裡面都要挖坑道 你這樣坑道裡面 裡面這樣子 這樣交錯複雜這樣子 這樣聽 當地人統計說 這樣如果接起來 有600多公里 它裡面這樣搖 這條 那條 對 對 然後 它那個地方 它有的裡面很大 有的像籃球場 那麼大的空間 那我們當時到裡面的時候 往那個樹 看上去 就是 我們解鎖的樹枝 以前是要煮 排煙 如果煮東西 什麼讓它排出來 煮金 它就是要提煉 要提煉 那其實 所以說它裡面根本是空的 那是很危險的 那你知道那個樹枝 當時掉下去的時候 收救隊 不是從上面這樣子下去救它 下去的時候 把它救上來的時候 沒想到發現它旁邊 竟然一具白骨 對 以前就有人跌下去了 對 就是表示之前就有人跌下去了 那他們那時候 後來他們 有救了嗎 沒有 沒有 他就騎起來了 一定過世了 一定過世了 那個女性有人都死掉了 他過世了嘛 結果他下去抓起來之後 所以就看到旁邊 一具白骨 那一具白骨 他們本來是推測說 因為之前在半年前 有一個攝影師 他就是在那裡放到那裡 然後就失蹤 沒了 不見了 一直還沒找到 結果後來他們推測說 有可能是那個攝影師 結果 如果看到他附近 找到他的身份證 原來是個老伯伯 所以表示說 那個攝影師不是在那裡 那個攝影師也是 也是不見 死掉 到現在還沒找到 可是那個老伯伯 又是另外一個 一個在這邊過世的人 那他們就說 這個地方其實 他們當天就說 這個非常的陰 這個地方是非常陰 為什麼 因為早期的時候 日本人 他們抓了很多的戰狐 就是那個美軍的那個戰狐 其實就是把他抓到這邊 踩那個金礦 踩這個金礦 因為你知道提煉那個黃金 那個是高溫嘛 所以說他們有時候 他們工作就這樣 工作都沒有讓他們休息 都工作 將近二十個小時 就是日野季夜在那邊弄 如果只要他們要 他們就是說 什麼 就是要休息要幹嘛 他們就拿那個什麼磚塊 敲他們的頭 所以其實那時候 那個美軍其實好多 都死在那邊 所以那個時候才很陰 他們當地人都說 那個地方就是盡量 不要進去 如果說你去那邊晚的時候 你其實 他那邊 你到登頂的時候 特別注意 因為那其實都不滿危險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的話 搞不好你一踩空 就掉下去了 所以說你看之前有那麼多人 他們就當地都在謠傳說 那個書記官 他的那個意外 有可能是之前 就是說死掉的人 抓交替把他扯下來 所以說那種地方 要去那邊晚 那數字有多遠嗎 很大隻啊 煙囪這樣 很大隻啊 很大隻啊 都差不多好幾公尺啊 他那邊都是 躺在那個 那頭 就是那個 炒虎 那個 那頭 你看 有人這樣 你把他拚一拚 你就看到那數字了 所以你去那邊晚很危險 很危險啊 所以說你去那邊 其實不要登頂 登頂太危險了 因為已經有好幾個人掉下去 所以說那個地方非常非常多 你不講 我真的不曉得說 那裡樹井都還在 還在啊 那個樹井現在都還在 那有幾個樹井啊 差不多有四個 那一定很多人不知道啊 你走一走就掉下去了 像我們常常帶客人去 想 常常帶客人到博物館去嘛 看著說 哇 日本的武術 都很漂亮 放在那裡 那有些人 利文比較起的 起雞皮 因為那刀子 可能殺過很多人 什麼殺氣很重 像我喜歡 喜歡短期前的 就是說 我的大姨子 他的老公 以前就像老師所講 他結婚之前 又跑去跟他女朋友 就是以前的女朋友 說再見 那天晚上沒回來 說再見 就是說他要結婚了啦 離別 離別 通常是最後一次 對 結果就會有個狀況 後來結婚沒多久以後 發現 他要結婚了 他要結婚了 晚上 你睡覺的時候 就說 像我們 我女兒跟我說 他晚上 他明明說 旁邊好像有座人 他們拿著菜桌子 站在那裡 你知道嗎 下的半死 回到那裡 後來怎麼改 怎麼做 怎麼都沒有 所以就結婚了 結果 他去問問 什麼 什麼 他要把他打開 什麼 頭髮啦 指甲啦 把他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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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把他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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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打開 他打開 赴不大 就是這樣子發瘋到現在 擺理婚 也沒有辦法 他現在還在高雄的精神病院 這多久了? 他們已經在台下了 二十幾年了 他還跟他生孩子喔? 那時候還沒有瘋之前 但是後來越來越嚴重 之前還沒瘋之前是他坐在那邊 他就說你是怎麼沒睡覺 他就說他要下東西 他就說他要去做東西 這跟他結婚前一天晚上 跟女朋友說 goodbye有關係嗎? 他就過來去問 結果發現是他的頭髮、指甲 跟他的伯母去拿去 可能就是人家就像我們講 去報復 就是他可能他之前那個女朋友 洗骨牌也投一些他的東西 去把它蓋住 所以我跟妳講 指甲不要讓女朋友剪 其實就像我們講 做東西我們說 就像我們常常講 你睡覺了 你媽媽這麼累 你睡覺才會知道 你跟女朋友怎麼知道 媽媽這麼累 你講話都不知道 你不說再見 對啊 那個快才問他說 真的經常跟你講 你不知道 我們女朋友說 你男朋友去哪裡 我們怎麼會有這種情緒 問的結果是這樣 他說 他結婚前那一天 他是他老公沒回家 然後結婚前一天晚上不在 對 他不在 明天就要結婚了 也要辦婚禮了 他已經都沒回來了 這有嘻笑 所以快要去問問 問先生的時候 就知道 他怎麼樣 是不是被蓋住 他問到這個樣子 就像王大哥說 往前推 他結婚幾年後 你怎麼再結婚 孩子小學 小學四年級 五年級 結果很好笑 那時候瘋了 還要發 還要喝熱酒 就我們女朋友問他說 他說 你要娶孩子 跟我們女朋友說 你要娶孩子可以 拿六千 我來問女朋友說 六千萬元 要娶孩子 他說六千塊 你看我寫還沒寫 我女朋友說 我賣二塊給你 賣二 叫孩子放出來 就簽字 來 我先休息一下 其實醫院裡面的能量 是很特別 因為生老病死都在那裡 有新生兒病房 喜事 對不對 然後也有那種安寧病房 還有太平間 聽說有醫生來找你 對 事實上在我的個案裡面 醫生是最少的 最常的反而是護士 為什麼 因為醫生 身為一個 我們講科學的一個 他們對於身體的這一塊 其實是很敏感 他們知道說 這個應該是可能過勞或什麼 他們會把這一塊 利用他們現有的知識跟資源來做 那其實醫院 他基本上我們都知道 醫院他一定會需要開刀 所以他會有那種所謂那種不斷電系統 就是說 讓你在開刀過程中 萬一怎樣 他至少可以供電 我這個個案是這樣 其實不是醫生本人 是他太太 因為太太 因為常常會參加我們一些身心靈的一些活動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先生長期 長期就幫那個病人動手術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動手術右手 就是慢慢好像逐年 越來越沒有力氣 幾歲人 差不多四十幾歲 這樣做有力量 差不多四十幾歲 也說 也去檢查 請他的同事去幫他看 照斷層掃描 看經絡有沒有問題 知識不良也都沒有 沒事 實在是痛到不行 因為他幫 你知道開刀這個是很斤斤計較的 這個多一刀少一刀都不行 後來就慢慢的 反而可能有些比較重要的手術 他也沒有辦法去參與 所以他就說 他就說 你就來看看嘛 反正都檢查都檢查了 你就來看 後來我們就過來的時候就看 我說完了 因為他是右手 他右手通到我們右肩胛骨 我們講在扛卡因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看背後 整個那個急身經系統那邊 右肩胛骨 那時候其實我在看的時候 就有一個阿飄的頭就探出來 我就說 你這個情況是多久之前開始的 他說 大概是一年以前 那我說一年前你那麼多的病人開刀 有沒有什麼哪一場 那你覺得印象很深刻 他說 想一想 他說 有一個就是 那個 已經 怎麼講 他的整個 生命已經很摧毀了 然後就是在那一次手術之後 就把他整個救火 當然詳情 我也沒有問很多 我就說 喔 好 OK這樣 make sense 我就看到他那個阿飄就很生氣 就看著我 我就說 我就說 嗯 那個這個阿飄他當初啊 你的這個病患的時候 他原本是已經要鎖定他了 那你竟然因為你把他救火 喔 所以他就狹怨報復 所以他在你動手術的時候 沿著你的掌心整個穿進去 然後就是要阻止你再去做這件事情 救那個人 對 救那個人 誰知道人救火 可是阿飄他自己也走不了 他自己 他自己是狹怨的嗎 他也不是 他就要來干擾 但是干擾之後 一般來說他就是要離開 那狹怨的時候 卡龍這裡 那譬如說是要走 走不了 走不了 對他來講 他當事人很不舒服 很像冰塊 好像就埋在那個肩胛骨裡面 那這時候我們就直接 幫他進化掉 他才整個慢慢越來越好 可是 我們講嘛 醫生這時候 他也是覺得 跟我們沒有關係 他覺得這是 他自己身體 他幹嘛搖你 對啊 就是之後 因為我們跟他太太很熟 他也說 他不相信 他說這個是碰巧 那一天處理完 他可能剛好 身體慢慢越來越好 你看到那個阿飄長什麼樣 他是一個女鬼 男人的喔 男人的 年輕人嗎 沒有 介紹他 沒有 苦關不是很好看 因為醫院都是 我們講嘛 生老病死嘛 在那邊那種病氣 我想說如果男人就介紹沒人 好 謝謝 好好看 感謝 都把他放在那裡 後來就沒事了 後來他就沒事了 就好了 因為他剛才在講那個 川玉在講那個 宿景 他說裡面有一個阿伯 對不對 老伯伯 所以也有人這樣說 抓狗體 也就是說那個地方很陰 那其實我有一個很親的親戚 他最近也是騎腳踏車 不幸意外過世 大家都覺得說 哪有可能騎腳踏車會弄 自己跌死了 路可能不便 還是騎腳踏 還是爬坡 還是下坡 因為他本來就是個自行車道 然後兩邊喔 那自行車道道本來就不大嘛 兩邊都是草地喔 那他怎麼跌倒其實沒有人知道 只看他跌倒以後 就有人去跟我哥哥說 說他太太跌倒了 我哥哥趕快回去 他那時候意識都很清醒 後來可能他爐內出血非常嚴重 結果上了救護車 就開始陷入昏迷 就是說 後來有人說 那個地方設計不良 有人這樣講 那多數人是說 其實那個地方很難看 很難看 有時候講 有時候一個月要發生好幾件 你也相信這種所謂的 那個地方不乾淨 難看這個事情 我絕對相信 怎麼說 因為其實你們看喔 我們前講腳踏車 其實我們講台灣 特別台北 也是這十年開始流行 所以很多上班族 其實下班就可能 像河濱公園啊 那邊可以騎到關渡 就常去騎 那其實在我的個案裡面 常常因為騎腳踏車 卡到陰了很多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腳踏車 這個道路 它是在河的旁邊的話 我們要去想一件事 它白天的時候 陽光出來的時候 它那邊的話 是整個氣場 阿飄是躲起來的 晚上的時候 因為太陽 因為太陽 可是晚上入夜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河啊 這個基隆河 它會變成是一個走道 它對很多那種阿飄 或者是說我們講水鬼 它會爬上來 你說在河上面嗎 對 它會慢慢的上來 如果說你今天你的 一個這個騎腳踏車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特別陰我們講 可能離這個河很近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它 有一些設計不良的時候 它會故意去鬧你 它會故意你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它會去弄你的腳 對 讓你就是注意力散失 晚上有時候現在浮兵 現在像台北市的公園啊 新北市的公園 現在白天很熱 他們都夜騎 比較熱 對啊 很多人在那邊散步 特別是就是那種 我們像辦公室OL 他們像怕曬太陽 晚上大家組隊就去騎那個夜騎 對 所以這種 在我們再進化個案 就越來越多 就很普遍 有 很難空的地方 那是真的嗎 有 也是有我們的空 對啊 不過我們個人的福報 命運力也要考慮在內 對啦 英國夜裏 所以要正面思考 累積正面能量 問一下齁 那 欸 川玉啊 有一個老太太不見齁 一個旅行團齁 現在跟母親也有關係齁 對 他說齁 去草嶺的瀑布 出路都同一條路 所以這個人15個去 這條路而已 沒有白路 對 就是 我們等一下看到瀑布 就是到這裡看完瀑布 沿路就回來 沿路回來了 沿路回來了 去15個回來了14個 就放了一條 問題是這條路就沒有插路 這個老太太去哪裡 好 老太太在哪裡 等一下講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剛剛美人姐講的 這阿嬤怎麼會 它是這樣超頂 因為我們還要說這個瀑布 它是一個山谷 就是瀑布 水流下來之後 冰湧絕壁 所以都沒有路 你如果沒有路 就白到上面 所以說你來這裡 你在那邊玩 就是來這邊 結束了就是要從這邊離開 環境團出 對 環境團出 那那個旅遊團都是一些年紀比較大的 機上 我不知道上 然後他們來到這邊的時候 要收 領隊說 就是說半個小時到了 就是要收的時候 怎麼發現少一個人 一個老戶人就不見了 那不見的時候 他們就四處找阿 可是就是一個小小一個地方而已 就是這樣憑空不見了 找了很久找不到 後來他們就去報 跟當地的村民講 當地村民他們就出來幫忙找 找不到後來就報警 警察也找收就對了 可是就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怎麼找都找不到 後來到隔天他們請那個什麼 他們當地有一個那個寺廟 叫做祥雲禪寺 請那個老住持去看看 因為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憑空消失 那個老住持就走到這邊的時候 他就這樣看一看 後來他走到一個大樹 那邊剛好有一個大樹 然後那個住持就對著這個大樹講說 然後他說 我們最近我們這邊 這個禪寺這裡 有在做法會 你如果有空 你就來我們這邊 聽聽這些誦經 然後至於這個老戶人 你就放他走 他就對著這個樹講 然後 然後 因為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們家就 所有那個村民都 跟那些要找的人 都覺得很奇怪 他怎麼會對樹這樣講 那本來他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那個助使是說 這個老戶人在這個樹裡面 結果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樹 是個詩心的 沒有空 是怎麼被人 你不是說像那個生物空心的 他想要被米在裡面 也不是喔 那是詩心的 他們在那邊翻 在那邊看 也都看不到那個老戶人 所以他 可是這個助使就對這個樹這樣講這些話 講這些話 我講講之後 那個老戶人就回去了 你知道隔天 那個老戶人就出現了 就在這個樹下 可是他已經過世了 死掉了 所以說 我就問那個 因為當時 這件事情 是這個助使的 他的一個師兄講的 因為他在 樹下是埋在樹下 沒有 就出現在手下 他已經過世了 他就過世了 就躲在那裡 隔天才出現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為什麼 你當時那個助詞說 他會在這個樹裡面 我們都看不到 為什麼只有這個老 這個助詞他看得到 他是說 就是因為空間 不同的空間嘛 然後 我們就 這個我們就覺得 非常非常的離奇 他為什麼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以及這樣的事情 到現在也找不到 所以他跟他說的時候 沒有得到那個 那個 助詞有看到 不是 那個老闆已經過世了 對 可能就已經 困在這個樹裡面 那問一下 問一下王老師 你這邊還有一個case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是嫁女兒喔 為什麼嫁女兒要 喜事 為什麼要帶來問事 這個 可以說 大案 大案 那個媽媽 大案 對 來 帶他女兒來問 主要問是問什麼 我女兒要結婚了 接上來 有什麼事情 要注意的地方 主要大概是問這隻而已 有人這樣子的嗎 就結婚好事 我們還要來問 對啊 我因為要結婚了 我都不可能再幫她問說 結婚好不好 是不能這樣問 這樣 對 現在來呢 我好了你去年 你就帶路想問喔 你要來問好 我就來幫你問問 好 陳光爺還說 欸我幫你出籤詞給你 嗯 謝謝你 等一下 我先回到源頭 就是她媽媽是隱約有覺得什麼不對嗎 否則正常人 結婚就結婚要問什麼 是這樣問 但是我覺得她媽媽也有一點點覺得不太一樣 因為我看她女兒是精神不太正常 眼睛有時候會飄 而且會上飄上吊 加上這 你要來結婚的 出婚的簽詩 出了適當簽詩 我當時我不知道要說還是不該說 漸漸看齒 越綜合 過後 虛防未得過 改變前途 改變顏色前途去 凡是必定前衝腦 越綜合 你下個月的書炮過後 你要注意有這個事情 發生 我就害了 開場白就這麼慘 不好簽 不好簽 第二張簽詩 你預計長江水擴盲 前途未睡韻未通 如今私輪常在手 指控雨水不相逢 私輪常在手 你這個結婚的問題很大 也是壞簽 指控雨水不相逢 來人家要雨水 人家都要 雨水之歡 對啊 水如交龍 你算雨水不相逢 那事情很重要 這位 不是這位 十五個月 有這事情 這事情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地方 如果還有什麼複雜的地方 龍虎香蕉在門前 此事必定兩相連 黃金忽然變成鐵 合用作福運城前 這個事情發生下去 什麼都沒有用 黃金忽然變成鐵 那時候來問生就不會有 好 最後來做結尾 風雲至雨若癢癢 天災石器必有傷 命內此事難而合 更逢一處之外的鄉 再來說 旺江女 孤島萬年三層 你結婚了就不會這樣 就不會這樣 旺江女高位 旺江女高位 要結婚還要結婚 就記住了 還要結婚 那些先要綁? 3字啦 土土土 剛才說這樣也不敢 現在我是說 不理會結婚 你要結婚 是嗎 要綁 要綁這一個是好 你讓我出現在出現啊 我以為自己去綁 你讓我出現 沒有什麼問題 不然這個人是要南方做回來 就是這個未來的家庭 做回來他比較要說 是啦 現在差不多了 他這個女兒跟他的媽媽 回去跟他未來的女婿講 因為不想來 就不想來不想問 不想問那當天的奇怪 他回去之後呢 這個媽媽就是那天回去之後 我做一個夢 這很奇怪 我夢夢 是我的夢的 我夢到什麼呢 我夢到他們在捷復當天 新娘的車隊去女方家去迎娶 等到新娘要坐上禮車的時候 忽然有一位大概2、3歲的小孩 穿白色校服喔 白色人的四人的 吃白色校服 白色校服 頭帶媽媽 也一起坐進去那個禮車裡面 這樣 這很奇怪 那這不是不好的東西嗎 當然是啊 當然不是好東西啊 那你還沒有確認 被確認之後 都還是只能用直譯這兩個字 這樣 第二個片段呢 而且這個 這個坐在新男跟新娘中間 這個孩子喔 三個人呢 手是用那個繩麻繩 放在一起的 比如說 我坐在中間 兩個 白色 對 白色 白色 然後到達南方家的時候 新房 裡面新房 這小男生就 鑽進去那個 床下 醒了 這不太醒了 現在我就解釋說 你馬上伴在一起 這個孩子是 含這兩個什麼關係 好餓的夢喔 新娘跟新娘什麼關係 而且為什麼要鑽在床底下 床到底是有什麼關係 嗯 這樣 希望這種孩子 只有只好 這間不是 審那一條 提醒 跟他們不來 你有什麼辦法 對 只好不來 沒有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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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事情 我看一看 這個孩子 看個人名字 這樣 有一天是這樣 新娘可能不信這種東西 嗯 這等一下就知道 是怎樣呢 有一天現在 她 她媽媽在訪貪女兒 嗯 在這個什麼 看 假裝不然要 看你行李箱 對 對 去發現 他們做一個禮盒 放在行李箱裡面 禮盒放在行李箱 她媽媽好奇 打開她媽媽 她媽媽嚇一下 嗯 當然 沒關係 大家才是不對 哥來找你 啊 是不是她以前有生產過 啊 來看一下什麼樣子 可是這個這個 你看看這個身 穿下服 啊 旁邊都是一些 輕易白痴金針 啊 為什麼她盒子要放這個 不知道啊 這就是她媽媽 會怕的這個 她女的肩子 要把這個盒子放進去 對 她媽媽都 她媽媽說 她媽媽說 你到底 你是精神有問題嗎 你是怎樣 要在這個 這個禮盒 對 她說這個我怕我要帶來 你來啦 這樣 這樣 我還要給你了 現在來 所以她媽媽快來問你 來問我 問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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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來 現在她媽媽做夢 她媽媽 這是女方媽媽的夢境 來 媽媽問我 新人雙方拜別父母後 雙雙進入旅車 新娘的媽媽呢 就 破水了 破水了 忽然 破水之外 忽然跑出一個全身四血的小孩 好可怕 在旅車的前面 燒金針 好可怕 這樣 燒金針車完之後 旅車 一樣 坐完坐進去旅車 就回南方家 剛才開車的時候 現在車要跑 那裡的小男生 全身小男生 就朝那個車的窗外 說 阿嬤阿嬤 你忘記的東西了啦 阿嬤 然後新娘的媽媽就把 就忘記 就把一個白燈籠 吊在旅車的後照片上 白燈籠 那個那個那個 不記得的東西 還刮掉 那個那個 又是小孩 每次都是小孩 旅車前 燒燒金針 這很不吉利 是要出事嗎 是不是 還刮白燈籠 是要變松鼠嗎 這都是主義 而且全身是學的小孩 然後重點就是 叫他阿嬤 對 來 第二段 來輪到晚上女方 在歸年的時候 是不是要請客 怎麼他邀請來的客人 跟親戚朋友 全部都是包背包 阿嬤找的真正 都會包背包 對 過程是歸年宴 包背包 你手都背包 你不是 變松鼠嗎 這個蠻海這麼白 這樣 接著呢 歸年開始 新人新娘 不是要播放音樂進場 一般都是新人 新人新娘 都手牽手 這卻有人 抬著兩大 一小的棺材進場 阿嬤 這樣啊 兩大一小棺材 好兇 好兇 各一大腹 中間是小的 三棟棺材 又是森麻繩 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再讓他什麼意思 跟這小孩有關 這真的沒有處理 什麼事情 已經出事 非常嚴重 這個夢 這個夢成已經這樣子了 那是媽媽要嫁嫁 看得到這種夢 真正 當初是要吃吃千吃 我就在怕怕 現在她老婆 怎麼不做就好 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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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缺點 缺點 缺點是說住宅神圍 住宅神桌 然後小的自己 要去行頭看而已 結果就是說 他就買到他的 招牌 壓著他 帶我去看 到他去看 看到他家裡的神桌 沒有神 女方家的神桌 不是男方 對,神桌 就要做神牛 要新房 耶 神桌上面呢 什麼都沒有 就給我擺了一個棺材 這個棺材 不知道是什麼門牌 不知道啊 這個棺材 對 棺材 差不多這樣 但你不是放棺材 放棺材 放棺材 我也不問他那個什麼原因 旁邊是一個神主牌 旁邊的神主牌 這是一個王顧口 王顧口 這是一個賢口比 賢口比就是賢口 賢口比就是賢口 賢比 賢口 生前約父母 就賢主比 賢主考 這樣啊 這什麼人都沒有說 他怕什麼就沒有說 但是我對這個不欠出 我媽媽的夢都問你 你到那個名稱有孩子 他說你敢不敢介意 你給我身旁看嗎 他講好了 我跟原廠 這次進去 看名稱 我們不知道做什麼 一般人都先看名稱 那名稱也沒有什麼 正常也沒有 人物不得就什麼都沒有 我跟原廠這樣問 你名稱會放什麼東西 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人 那臉色都沉下去都不會說 他老婆在旁邊 越來越不知 要怎麼不知 有放東西沒有 這樣啊 摸一個 骨尾壇出來 骨尾壇 骨尾壇 我嚇到我的骨尾壇 我看看 有創皮的小孩 今天算是 這是什麼人 他們這個 原來是 他們這個小孩 還沒做小孩 還沒結婚之前 就有生小孩了 那這個運母不知道 應該是知道 我認為應該是知道 但是不知道是這樣處理 我告訴你 現在呢 現在這個小孩 一定有生小孩 有一次帶他去 這個雜保院 阿姨那裡去討 說你沒來 那裡塞下去 嚇死 這也很大 兩個兩三歲 對啊 嚇死之後 也是問怎樣 說 這兩人 他的女人 跟他越南女婿 是很愛這個孩子的 所以他去問 問了之後 你就要放在那裡 放 民城裡放三年 這個小孩 還會來專屬 做你的小孩 我留穿以後 睡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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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這集還蠻好主持的 我只要回來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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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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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邏輯 因為其實我們說如果 你不要講邏輯嘛 就我們以能量長來講 只把骨灰彈放在那裡 你真的有比較 那個氣場 那個氣場對不對 他的理由就是說這個孩子還會重新來投胎當的孩子 意思中這三年內還會讓他懷孕 不是 那為什麼 你為什麼結婚前 結婚一個禮拜之後自殺呢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他可能真的有不好的人 我覺得這個母親好傷心喔 是可以救到沒有救到 我稍微說你有沒有看到啊 一個東西 你一個禮車啦 阿嬤你不記得我的東西 他阿嬤說對 那個東西是白燈籠掛你的禮車店 所以我就開始在怕 因為我處理之後 我處理之後這個喜事變喪事也不是第一件 好幾件都是這樣 阿檢拜拜的禮車 有那種跟商友一起整合起來的夢 我都會很害怕 我都會很害怕 阿嬤你現在還在收金錢 在禮車要出發去 所以其實他這樣群群就不能那麼快結婚對不對 對 一定不能結婚 他為什麼又一定要在那個時候結婚 他就說因為女兒堅持 對啊 她就堅持 他就可能是受愛到或不然怎麼辦 所以人家說真的派文 整個土地就是這樣 所以說你剛才一名參詩 沒有問江旅全部 所以你說要等他對年嗎 因為現在你上市嘛 你上市啊你第一個問題 所以說裡面有一張牽涉是 爐金斯倫常在手 裡面的問題重重啊 打卡很複雜 很複雜 要結結套 所以說哪裡有複雜 第一個 骨尾台有一個問題 第二個 繩座有問題 棺材有問題 棺材有問題 旁邊那個小的繩子板也有問題 這樣 那如果是說 四個問題 那如果是說我們認識的情者 只要關起來也關起來 不然要讓他拿起來 對啊 對啊 因為免死我們不敢動 這樣我 老公還沒出生 沒有出生 這個大肥大 這個 不要說還沒巴力人 還沒出生 謝謝 你 就是說我們推論 他們爸爸吃農藥自殺 跟小孩子有相關嗎 我有 我覺得有關係 是 可能是不知道是 為什麼有引進 不是 我告訴你 因為他如果 我們從醫學的角度來看 他還把骨尾台埋在那邊 就是他這個悲傷 國發會公布民調 有八成國民對生活感到滿意 七成民眾滿意工作環境 及經濟狀況 這份調查可信嗎 台灣人真的這麼幸福嗎 今晚11點